哈喽大家好 我是江西老表小元 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是 感染病毒是不是活该啊 不值得被同情呢 在我这些天做的一些视频 在视频的下方的话 都可以看到很多粉丝 非常多的粉丝对我的关心 和给我出谋划策 我该如何规避一些病毒 接下来的生活该如何做 还有喝什么茶 或者做什么东西 吃什么东西 对身体更好 有很多人的关心 但是呢前几天的话 我还收到一个这样的信息 有一个人特意发消息给我 他说你这个传染病毒是假的 你就胡说八道 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我觉得他说我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话 你怎么不把那些资料 你的详细的一些个人信息的资料 报告单呢 什么呢 放到网上去呢 我觉得听这句话 我觉得挺无语的 因为我觉得是个我的个人信息 我觉得没有必要放到网上去 我回了他一句 你如果相信就相信吧 不相信 你就当做看看乐乐样的 我是这样的回答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平淡 他有怀疑也是正常的 个人的自由 但是今天的话 我收到一个信息 感觉非常的惊讶 就是我的一个粉丝告诉我 有一个人呢 看着我的视频 他说我这个人的话 感染病毒就是活该 傻子才会帮助我 这样的人 因为他说我的话 在外面非常的活该 为什么在外面不注意安全呢 不保护自己的家人呢 不隔离了这个 生病了还让李梅拉就照顾 还让脑胀人来医院探望你 针对于这样的几个问题 他说的这几个问题 我回答一下 其实在两次 我们是两次感冒 我和李梅拉 还有姐姐的那个小宝贝 我们是同时出现感冒的一个症状 因为我们是家人 我们每天都在一起 吃饭在一起 睡觉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出现症状之后的话 基本上一家人的话是 没有办法避免 一般都是这个 我有什么症状 他有什么症状都发现了 然后我是扛不住了 我的症状比较严重 第二次我去住院了 为什么让李梅拉来照顾 第一个是李梅拉 他出现了一些症状 前几天和我 其实我的症状比较严重 这是第一点 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我也是非常担心李梅拉的安全 毕竟 还孕了这个 那李梅拉的照顾是非常不恰当的 但是我一个人在海外啊 当时我已经是烧了一个 将近烧了一个星期了 脑袋迷迷糊糊的 如果没有人照顾 那肯定是不行的 医生的话 这边大家都知道医疗条件 并不是十分的充足 医生是不会照顾的 那只有家属 家属的话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 很多病人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 会有传染的一个情况 除了你的至亲 会去帮助你的话 去照顾你的话 你觉得还会随 很多人说 你请个人呢 你觉得没有被感染的人 你请他去 他会去照顾你吗 他这个东西的话 你说不危险 我也挺危险的 因为死亡率的话 就是盖利的话 也是在里面的 你说别人请你去 你会去吗 根本就不会去 所以在这里 我真的是一个 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非常感谢李梅了 还有就是他说 为什么让我老丈人来看望我 其实当时我老丈人来医院看我的时候 我是非常反对的 但是我老丈人是坚决要来医院看望我 还带了一些钱过来 其实我老丈人的话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乡下人 但对我们特别好 对我特别好 我老丈人一家的话 他们不是姓印度教 是姓基督教的 都特别善良 然后来医院看了一下 我是要他不要进来 尽量在外面 来 能我来看望呢 我想我待了将近有几十分钟吧 进来看了一下 还掉了一些眼泪 确实我老丈人特别的特别的好 对我特别的关心 还有我丈母娘 这些东西的话都是 可能都还没有经历过 不知道其中的一些困难 确实有些东西的话是无法规避的 不是我故意去传染一个病毒 故意不给你 故意传染给自己的家人 我相信我的老大还是正常的 不是有什么不正常的行为 不会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故意传染一个病毒 我相信不正常的人才会这样做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 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 不小心 不是我们不小心 我觉得我还是挺小心的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病毒太过于严重 大家应该都看过印度的病毒 已经每天三到四十万被传染 已经确诊有两千多万人了 但是确诊的人数一般都是到重症 或者是需要住院的人才会得到一个确诊 因为你无症患者或者轻微患者 你打那个喷嚏两天就好了 你是不可能去医院花个几百块 去做个合身检测的 特别是那些无症患者 所以轻微患者或者无症患者 占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那两千万人不感染 那这是确诊两千万 那不感染的人数 那肯定是非常的一个庞大 可能达到两个亿 甚至三个亿的一个情况 很多专家都说过 印度有几个亿的一个情况预测 尼泊尔的话和印度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个可以相互来往 很多尼泊尔人去印度打工 我上次看了个新闻 将近有一千万 尼泊尔人去印度工作 或者是有来往的 在印度边界 所以印度的病毒如此严重 它对尼泊尔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尼泊尔的这个疫情的话 它可想而知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想一下印度有几亿人被 所以如果加上那个无证感染 有几亿人被感染了 那还有住在乡村 住在山区的人 他是感染几率是非常小的 他因为他没有出来 那那些住在城市里面的人 基本上城市里面的感染率是非常的大的 城市也就那么几亿人 那有两三亿人被感染了 其实在城市里面是非常大部分人 已经被感染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城市居住的话 也是被感染的几率是非常的大的一个情况 是我们无法规避 我们必须要生活 这是我对于今天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的话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那么下期再见